诗篇 第三十六篇 行不善的道 不证悟恶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极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藏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 人名身序 你都救护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肝 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 喝你乐喝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常诗慈爱 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带心理正直的人 不容骄傲人的脚 践踏我 不容凶恶人的手 赶足我 在那里作孽的人 已经扑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起来 诗篇第三十七篇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伸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使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 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 他要使你的公义 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 必承受地土 还有片时 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 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恶人设谋害义人 又向他咬牙 主要笑他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 将要来到 恶人已经攻上悬 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 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 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 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 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 耶和华知道 完全认了日子 他们的产业 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不自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 必得饱足 恶人 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 要像羊羔的枝油 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 恶人 借败而不偿还 义人 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蒙耶和华赐福的 必承受地图 被他咒诅的 必被剪除 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施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 参扶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义人背弃 也未见过 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 不撇弃他的圣名 他们勇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 必被剪除 义人必承受地图 永居其上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总不滑跌 恶人窥探义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必不撇他 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 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图 恶人被剪出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恶人 大有势力 好像一根清脆树 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 不料 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 却寻不着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 观看那政治人 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 至于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恶人终必剪除 但一人得救 是由于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赢债 耶和华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 诗篇第三十八篇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 不要在猎路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老路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龙 我疼痛大大全躯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伤 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 我就哀恨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我心跳动 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我的良朋密友 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戏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那寻所我命的 设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 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但我如笼子不听 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 口中没有回话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 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我曾说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我几乎跌倒 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争多了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 诗篇第三十九篇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绝环泪住我的口 我漠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 宅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实际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急需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鱼与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 从我身上面去 因你手的折打 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 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笑容消灭 如一被虫所咬 世人真是虚幻 希腊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像我列主一般 求你宽容我 使我在趋而不返之心 可以力量复原 诗篇第四诗篇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我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 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乐意造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无数的祸患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耶和华 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 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因羞愧而败亡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主人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 真言第八章 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说 愚蒙人啊 你们要会晤灵明 愚昧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 都是公义 并无弯曲乖辟 有聪明的 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 以为正直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宁得知识 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 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于比较 我智慧 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 因为耶和华 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 并恶道 以及乖谬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肯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恒久的财并公义 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金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仙 就有了我 从亘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仙 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 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他立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划出圆圈 上是穷苍坚硬 下是渊源稳固 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勇跃 勇跃 在他为人 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 住在世人之间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 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口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